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北京现在这个雾霾啊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很有意识的减少 我在北京就尽量少在北京停留 办完事立刻走 因为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肺癌啊 你真的是会死人的 短寿十年呢 在北京这个空气啊 这个空气到这个一个程度 跟落 你知道化验出来了 就是有毒的 就是有毒的 跟洛杉矶那次光化学烟雾 那个是一样的 洛杉矶那次死了好些人呢 所以北京这个地方不宜人居住了 这种雾霾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资料 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讲啊 主要的原因 不用说别的 汽车尾气 对吧 于是我们现在说 这个不要说别人 自己就应该不开机动车 少开机动车 这个等等等等 就在说这些事 可是我又看到一个 说啊 其实更要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油品的质量 我们这个油啊 里边的这个含流的这个指标 高于欧盟欧洲的那个标准很多 而如果说真的 你把我们汽车用的这个油的这个含流的这个标准 严格按照欧盟的这个标准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 等于你减少了上千万辆的车 你明白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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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关系吗 于是让我意识到呢 这个油是谁炼的 就是咱们这个两桶油嘛 偏巧呢 我又碰见咱们公司 那昨天接我司机 一路就在骂 他这个就又涨价了 后来我就开始开始去学习一个我不懂的问题 就是中石油中石化 一直听到人们在骂他 对吧 涨价什么这个的 我开始认真的看了看看了看看了看 凭什么涨是吧 对 比方说啊 他现在这个涨价 是有一个中国是有一个一个规定 所以中国有的时候也是好心办坏事 你知道吗 就是他要连续22天 有这么一个标准 什么三个地方的原油 什么平均变化率 你看这是咱们就不懂 生活在一个非专业 这三个出原油的社会里 就是这 这种变化率连续22天 达到了一个什么4% 或者一个什么 一个升幅 然后这就有了可以调整油价的理由 于是呢 照这个标准 但是真正他反应这么慢呢 他现在真的涨价的时候呢 国际油价在下跌 所以就很多人都不在骂 台湾人家在降 我们还在涨 然后就联系起来 过去中石油中石化一直说 说我们炼油越炼越亏损 可是你又是最赚钱的企业 就这些啊 我就完全闹不懂 它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又没有注意到这里面 有几个矛盾的地方 就是一般一个国家 如果他真的很注重环保 比如他关注空气素质的话 他通常会采取的手段呢 就是有时候会故意设置一些 人为的政策或者关卡 去让他的油价不要太低 因为当油价不低的时候 就油价比较高的时候 就能够控制或减少汽车出行嘛 所以你刚才讲的是矛盾的两件事 就一方面我们怪罪 这两件石油公司 他们的念油可能念的不够精不够好 所以我们的油的品质不好 是排水废气很多 但是另一方面又怪罪他们呢 油价呢又太高了 那么如果油价便宜点就好 那油价便宜点好的话 那就大家都开车了 车也开得多了 然后废气又多起来了 那我们想怎么样 当然他说的也是一个角度 世界上呢 大致上就这么两种的发达国家 采取这么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 它的路呢是免费的 大部分是免费的 然后它采用国家的强烈的政策 把油价弄到尽量的低 虽然美国人从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 一辆车加油只要十几美金 到现在要五六十美金 即便是五六十美金 不下来还是等于300多块人民币 所以美国的油 现在比中国大陆的油要便宜 那么他呢就是说主要的交通呢是靠汽车 那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 美国都是这样的做法 那另外一些做那个国家呢 比方欧洲跟日本 他们呢就像文道的说法 他们因为国家小 所以呢他想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开车 日本据说汽车的拥有量跟人口差不多 他一亿多人 他的汽车也一亿多 但是他没法开 我曾经从东京开到京都大阪 路上没什么车的 非常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光那个高速公路费啊 就等于做那个他的子弹快车 就是你假如一个人你是绝对亏了 你就是等于还不算油钱 他的油也贵 油跟香港差不多 欧洲也是 而他的收费 他通过油贵跟收费 来使大家去坐高铁 去坐这个这个铁路 嗯 好了 你看这么两种策略以后 你发现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中国第一 高速公路都收钱 嗯 就是采用了日本跟欧洲的这个方法 都收钱 第二 中国的油价呢 也往上升 现在的油价 我告诉你五六年前 你在深圳加油 是香港加油的一半不到 嗯 现在呢 差不多是百分之六七十 嗯 加上汇率 差不多是香港的七十 换句话 中国大陆现在 这是就哪一头都没落到 你知道 车子 公路又收钱的 油是贵的 车子又不限制 整个车的蓬勃发展 汽车工业跟高速公路 跟那个两桶油 都是推动GDP的主要的动力 嗯 所以你看 这个没有一个计划的 只有赚钱 没有计划的 就是这样 而且这里面呢 牵涉到很多的部门与部门利益之间的矛盾 谁都有利益 你比如说像汽车产业 是过去十几年来 我们大力扶植的一个产业 那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会膨胀到这个程度 是乃至于形成一般的年轻小伙子啊 他们都心里面形成一个印象 就觉得出来工作 就必定要买车 女孩就说没车 我不谈朋友 你们注意到这种买车 普遍的买车 是最近十年才形成的观念 那么这整套东西的出现 就跟我们要推动汽车产业相关 那我们推动汽车产业 是不是表示我们要走北美洲的道路呢 就是像刚才子董讲的那种 就是人人都是开车出行 但是其实中国这个地方 并不适合北美洲的做法 因为首先他们是地广人稀 美国就算三亿人口 它还是比我们松宽多了 就要它公共交通呢 没那么发达 因为它城市间没那么密集 但中国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 就中国 我们常常说 我们不能这个学美国 那个学美国 比如说我们不能够走 美国三权分立的邪路 真的 那为什么汽车产业 交通产业 我们又要走美国式的邪路 中国负担不起啊 我们十几亿人就这么点地方 我们能够这么跑 就这么点 环境负担这么大 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这邪路 你说这个 我倒想起一个题外话 我就说 我有一个 假如我是政协委员 我有一个提议 就是说 我这个提议啊 你驳不倒我的 我认为中国大陆 应该取缔狗仔队 为什么你驳不倒我 就是 我就跟你这个好友一比啊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国策 你从邓小平大人开始 你一直以来你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来你反对的是全盘西化 对吗 好 那么也有些人说 狗仔队这不是西方都有吗 但是我要跟你细讲这个理啊 你不是全盘西化呀 对吧 那么好 你说西方式的这个新闻自由 不适合咱们的国情 这我同意 你说西方式的这个三权分立 不适合我国情 这我们也同意 那么你说西方的狗仔队啊 哎 这行 这我们可以 你 道理在哪 对 好 那么你说 这我管不了 这是现在网络社会 可是不是啊 你对于某些敏感词 事实上证明 你要管 你完全管得了 嗯 那么 那么你 你不能说到最后 因为传媒娱乐工业已经有这么大了 你又不准报经济 现在说土壤污染也是国家机密 对不对 你又不能报政治 那么唯一可以开口的就是娱乐 对 那么而且他还有个理由说可以拿来打击贪腐 对 抓抓表烧 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就让人们会变得非常的遗憾啊 就是说 那么你说你不全盘西化 但是应该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糕 对 一般是取其糟糕 对 不是 我们现在是反的 你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呀 对吧 这个我就 当然这个是提外话了 我就说你说这个 油也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就是 道理很简单 他刚才提的这三个都是非常赚钱的 油公司这几大中海油最近还收购了Axon 在国际上都很威的 这几大油集团是现在全世界都是 主要的标策 本来 self的大型 排在很前面的 第二 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各个地方的龙头级 嗯 就是GDP的增长 第三 中国的高速公路的收钱 大家都知道吗 收的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都搞不懂 像在现在长假期啊 高速公路可以开放 那个让大家开 这个实际上是高速公路的老板 向邮集团让利 你知道他这几天一开放 邮多了多多少少 春节我开车回石家庄 从北京回石家庄 我就知道 我们原来可以很快的到家 因为一路都打开不收费 那个时候春节这几天 对民开恩 都一路高速公路 就不收费 一直比平常少两个小时 我能开到我的家 快成这样 因为他就跟美国的高速公路一样 他在中间没有兰卡了 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 当我在感恩之余 我突然想 好像你本来就不应该收费 但是大国的高速公路 基本上都不收费 按照你当时说的 纳税人的钱修的路 就算他说要收回成本 有些早就收回成本 不知道多少钱了 就赚了真是 枪枪三元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部的派系斗争 更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急于渗透 十八年的北洋往事 进现乱世中国的复杂生态 北洋往事 东北恩仇路 一年十几 星期一开始 凤凰为时钟安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活的黄山 你看没有 这个深圳PM2.5废弃排放中 深圳市长说了 汽车尾气占了49.7% 然后呢 其实深圳现在还推行一个什么呢 深国就是四号这个汽油流含量 是吧 仅为国三的这个 就是现在大部分地区是国三 现在深圳推行一个国四汽油 这里边的这个流含量啊 低于50ppm 然后你看使用之后啊 就是二氧化硫减少幅度达到80% 你知道我我我这需要查一下啊 好像欧洲的那个标准啊 是10ppm以下 嗯 那你说为什么人家干净了 嗯 我们不要走欧洲的邪路 跟欧洲好像差到上百倍 跟美国也差很多倍 对 当然我们可以有点正能量的说法 你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 我们中国既要高速公路收费 又要高油价 又要汽车发展 因为我们人多嘛 嗯 我们我们又要高铁 我们条条都要通 回到这个具体问题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是比人家高几十倍 甚至上几百倍 降下来完全技术上根本就做得到 完全我们的炼油设备 我们的很多都是零几年 要做升级就能做了 都能够说 主要是钱来随处 嗯 现在跟跟归根结底的问题 这个钱随处呢 有三家 一家是政府 嗯 一家是两桶油公司 嗯 第三是顾客就消费者 嗯 啊 就是谁来出 有专门这个委员会 讲这个标准的 呃 我看农工民主党的提案是说 这个委 他查了一下 原来这个委员会 90%的人都是来自两个油公司 嗯 就炼油行业的 首先这个点先要改变 嗯 你你都是从炼油行业的人来定标准 怪不得标准定的那么低吗 这个这个很正常 在我们国家这种情况 你你没有 他这他把标准定的低 因为他的油 劣质的油就好卖 嗯 好一点的油 他就再再差一点 混一点差的 你知道 大陆加酒吧 好死了 贵死了 很少地方加的到 就等于香港普通的油啊 是吧 就香港最基本的油 就是等于酒吧 那美国呢 美国也是 这个是最低的 这是最低标准 欧洲的其他还要高 我们那个酒吧 我们大部分现在加酒三啊 嗯 但是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个三头谁来负责呢 一个说法说 不能让政府来负 为什么 政府的钱是全民的钱 你让政府来负这个钱 等于是要全民 那补钱这些开车的人 为开车的人买单 对 不公平吗 在这厅 听上去 大家老百姓都 都觉得对 我们平常吸气 你们排气 现在还要我们来 花钱来 让你们排气 补钱你们 不愿 那油公司呢 油公司 他现在又说了一大堆啊 什么利润不货啊 他的 他三个环节啊 买油 炼油 跟 就是加油站 炼油是最亏的 对 所以他现在最愿意的 就是扩大加油站 嗯 你明白吧 就赚这个钱 今天再还有 但是我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这个两桶油 又是最赚钱的企业 当然 国际上又是有名的 然后他一方面说 我每练一吨油 我就亏几百块钱 还是多少钱 越练越亏 但是有人说呀 他好像叫什么呢 他把这个利润 转移到上油 嗯 等等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这个赚钱 还是亏钱呢 也让我一个搞不懂 他怎么就说 他这个是特别的 说越炼油 他越这个亏钱 但是在另一方面 他为什么 又是最赚钱的 大部分能源公司 都是这样 你现在住在香港 包括我们住在 新界九龙这边 你用这个中华电力 他们也都说 他们年年都在亏啊 但年年他们都最赚钱了 香港 对啊 因为还有利润管制 香港也一样 香港是国际上 油价跌的时候 他跌一点点 国际上加的时候 他不会加很多 香港也是 香港油价也是加的 通常呢 是你一个地方呢 你能源机构啊 就能源这个东西很麻烦 因为能源企业 他最赚钱 而且他铺很多网络 他要大型设备 所以他多多少少 带有一种官方特许色彩 所以在一个地区 或一个市场里面 通常能源公司 数量不会太多 所以他们今天的竞争 也不会太大 那于是他们就可以垄断 或者是联合垄断来定价 然后跟政府也协议出一套 最好的利益保障方式 而且他也有理由 什么意思叫利益保障 就是说 我现在我给你干这行 你得保证 我能赚上多少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不能保证 我长期内能够赚到这么一笔钱的话 我的股东 他们怎么愿意支持我 怎么来做这个投资 这个生意成本这么大 这买卖怎么做呢 对不对 但是我就看中国有的经济学家说了 说他这么赚钱 等于是中国人民交了那么多的税费 实际上给外国股东赚了大钱 其实情况还更复杂一点 因为中国的油公司 他又跟美国的英国的油公司不一样 他的上层其实都是政府官员 都是很高级别的政府官员 这个跟我们汉代的盐铁论一样 这个都是国民经济力最重要 而且是有战略意义的 整个国家的血液都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要跟政府抗衡 我觉得就是理论上是不行的 但实际上现在存在 实际上现在就是存在 因为他们真的是会为代理人服务了 他不听政府的话 虽然他这些人 根本红鸡子就在桌上 根本就是国企高层 就等于是省部级的干部 可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力 这就是很多理论家现在在研究 就是说国家有了利益以后 他就是不跟我们原来想的人民 政府这条不是一条心了 所以我刚才讲的第三个承担对象 就是加油的人 就是老百姓 那老百姓就苦了 就是说已经油价涨得这么厉害了 你一会又多出个理由 又来加我们的价 对不对 所以又是怨声载道 所以这三方 比方说你们来看 哪一家应该承担这个 石油是战略 算战略储备物资 美国人 会被当成战略储备物资 美国人为了保证他的老百姓 能够用便宜的理由 就是他全世界的扩张 他在全世界的做警察的最大的直接目标 就是使他不用自己的油 用中东的油 所以你看说起来 还是咱们香港最和平 咱们拿奶粉当战略储备物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是旧时代的士大夫 他是新时代的启蒙者 他因何与西日恩师分道扬镳 又因何与孙中山反目成仇 为新宝皇革命立宪 美变不离其宗 善变之豪杰 梁启超诞辰140周年 文化大官员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看我找的这个资料啊 你看我找的这个资料啊 他说他有办法转移利润 转移利润向国家索要巨额补贴 这是他吸钱的手段 然后呢 南方周末甚至有这么一篇文章 作者李杰写的 标题就叫让两桶油亏损吧 你看他在这个文章最后写啊 就说两桶油成为最赚钱的企业 这是我们心中之痛 他的意思就说这不对 他说两桶油的亏损 才是真正还富于民的标志 也会是打破垄断 实行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开端 这两桶油要长期亏损 一方面给民众现实的好处 另一方面给国家带来改革的冲动 国家不能整天给他们贴钱吧 那只好让能干的人来参与这个市场 让民企私企外企 垄断也就打破了 所以他的论点是两桶油就不应该是最赚钱的 但本来呢 这个讲法呢 就是向来主张市场派的学者 评论家都这么讲 说中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垄断 但是面出了垄断 说还有个问题 就刚才只能你说 这里面他们可以不听政府的话 或者跟政府不是一条心 但首先问题在这里 到底有没有一个政府 什么叫政府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里面每一个企业啊 尤其国企背后都是国资委 都是部门啊 他就是政府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跟国企闹矛盾 而是这个所谓 我们以为铁板一块的 很大一桶的政府 是内部矛盾 你比如说 你现在今天 很大的不同的财政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有这么多的空气污染问题 你当初你要是知道这种事 你去跟做汽车 扶植汽车产业的各个地方讲说 你们要小心啊 别搞得太过分 你觉得他会听吗 他说这不关我的事 我要坐车 跟修路的人讲呢 他也说这不关我的事 跟石油公司讲 他也说不关我的事 等到空气问题来了 然后环保部门要监管 要出身了 大家就会互相指责 这都是他的问题 所以现在 今天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就是 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恶果 现在出来了 人没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你说这个空气 移民 对啊 大量移民澳洲 我觉得真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